好是有主播的觀眾 前總統陳水扁之子陳志忠 日前因為洗錢案遭判刑一年定夜 即將就在今天的下午3點半之前 他仍必須先來高雄地檢署報到 確認完身份無誤之後呢 就即將坐上求車 預計是會被帶往燕朝監獄入監服刑一年 那麼根據了解喔 其實陳志忠在知道這個判決之後 其實他是非常的低調 面對媒體的詢問呢 完全不想再出來接受訪問 不過呢他似乎還是有非常多的感觸喔 他在臉書上PO文 最近的一篇文章呢還提到說 他身為一個政治人物 踏上了政治這一條不歸路 他也提到了對家人呢非常的抱歉 另外也提到了他的母親吳淑貞 他說他入獄之後呢 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的媽媽了 那麼他這一次呢 因為洗錢案遭判刑一年 是沒有緩刑的 而且也不得一顆罰金 因此呢就在今天要入獄了 那麼原本呢警方是預估喔 可能會有支持的群眾到場來送刑 那麼呢有可能喔 如果有支持群眾到場的話 警方就會部署警力 不過記者目前實際觀察呢 目前現場還是沒有人的 那麼是不是會在中午之後出現呢 記者也會隨時帶您掌握 把時間交回棚內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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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